我的名字叫王磊 我從小就有一個夢想,成為醫生 因為他可以幫人,可以救人 但是當我當了醫生,我發現我不能救人了 我的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尋找了很多 今天想跟你分享,我終於找到了 我選擇了要成為一名中醫醫生 因為我覺得他更自然地 有很多古代的,非常特殊的方法能夠幫助人 畢業以後,我有幸地能夠在北京中醫院工作 中醫附屬醫院 所以在那裏面又教書又工作,非常地喜歡 我工作非常努力 但是在1989年1964 天門事件,使我感到非常地震驚 同時,又給我人生中打了一個最大的問號 我能救人嗎 因為我看到這麼多人 這麼瞬間就被打死了,就消失了 突然感覺到我真的是什麼也沒有做到 突然感覺到我是那樣的無力 所以我想出家 我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廟 當時他跟我說,這裡也不平靜 因為這裡也需要有黨的領導 可以說在這個期間呢,我認識了一個瑞典人 所以後來就來到瑞典 但是這個尋找我並沒有停止 然後1994年的時候,回國 因為我要到中山公園去練功 在那一天,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那一天 練完功以後,正好我從那路過 當時那個音樂非常地優美 我在那裡就定住了,不能走了 後來我想跟他們一起打坐吧 打完坐以後 當時就感受到那種內心的平靜 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過的 回到瑞典以後 我就天天的練功 但是六個月以後 我想這個是這麼大,這麼好的 我怎麼可能一個人去享受 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回中國去問師父 如何能讓瑞典人也能夠練法輪功,享受 我得到回答了 說如果可能,我一定來 我非常地高興 一百多人參加了學習班 很多瑞典人,他們很敏感 所以他們能夠感受到這個能量 他們覺得特別舒服 很多人都願意繼續練下去 每個星期周末都練 一直堅持到現在 就改變我過去,總想改變別人 我真正把這個注意力放到 我如何調整自己,如何自己來做好 不要管別人做的對和錯 事情就在變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我的因素各方面 好像也不一樣了 發自內心地想幫助別人 而且我每次會感覺師父 因為是師父教我要這麼做的 使我就是懂得了如何去做人 1999年7月20號 當時一下鋪天開地的 到處都說,都是一些謊言 關於法輪功的事情 很多大法弟子 就是我認識的 他們被判刑有17年 16年,12年 那天是在那個山坡上練功 我的淚水就不停地在流 我就想到大法這麼美好 我聽到那麼多人 他們親身經歷給我們講了很多 有些人是得癌症,是絕症 很多是教授 還有是軍人 如何就是通過練功以後 他們通過修煉自己 成為一個真正的好人 所以我就想 我是自己親身經歷的 我知道 而且我去了那麼多去中國 我也看到了很多 所以他們現在不能說 我一定要替他們說話 我得到了 天天可以說電話 他們是用那種是放了錄音的 詆毀法輪功 可以有的時候有80次 就是給我打進來 都是從北京來的 確實也有害怕的 而且我也怕影響著我的鳳龍 是一種怕控制著我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必須得有人站出來 通過修煉以後 我的感覺就是我內心的平靜 給了我一種力量 讓我能夠感於 就是說面對 在我身邊的平靜 我也是 但我會怕 我還是要好 我還是要好 我可以 去那邊 我還是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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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